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675章 神国秩序城 神殿内 叶玄静静坐着 吞噬回到智雪城之后 叶玄开始继续吞噬钱 现在的他根本不缺剑 道径级别的剑都不缺 他现在的财富 可以让他用很久很久了 更别说他现在还是神国国主 可以调用无数资源 特别是小七曾经留下的内裤 那笔财富也是惊人的 不过他并没有懂 那是小七的 他要等小七回来 殿内叶玄疯狂洗手间 而他的气息也在疯狂暴涨 大约三天之后 殿内的叶玄突然站了起来 一股强大气息突然自他体内吸卷开来 整个大殿直接颤动起来 叶玄深深呼出一口气来 一股浊气自他口中飘了出来 无上之境 现在的他已到无上之境 再上去就是圣境 也就是说离地境也不怎么远了 而现在他是逆境重修上来的 若是达到地境 绝对不是一般地境强者可以比的 当然他现在能够轻易斩杀地境强者 他现在的实力 已不能用正常境界来衡量 聘合之后 叶玄走出大殿 大殿之外 上官馨儿已等候多时了 叶玄看向上官馨儿 怎么样了 上官馨儿沉上说 陛下有消息了 小七 叶玄沉上说 说 这是天气宗宗主出现在叶玄面前 他沉上说 我们通过天门的人查探道 带走陛下的人 可能是玄黄大世界的一个叫道门的神秘势力 道门 叶玄眉头为重 可有这个势力的详细资料吗 天气宗宗主摇头说 没有 此势力带玄黄大世界都是极为神秘的 只知道这个势力的人都极为神秘 从不参与玄黄大世界的俗世争动 但是他们的实力却没有任何人敢质疑 在玄黄大世界 有一个叫玄黄的神武绑 这帮上第一和第二都是道门的人 说到这里 他微微一顿又说 道门虽不是玄黄大世界第一大势力 但是在那边却有这么一句话 虽不是第一 但第一却是不敢招惹他们 道门 叶玄陈胜说 还有他们具体的消息和资料吗 天气宗宗主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有 不过得去一个地方 而我们的人去了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 叶玄陈胜说 什么地方 千吉城 这城离我们这里不是特别远 而那道门的人 在千吉城出现过 而这千吉城 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地盘 因为我们的人 别说进去 就是靠近这个地方 都会被消失 千吉城 叶玄沉默片刻之后 说 我去一趟 天气宗宗主看着叶玄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老夫不建议神主去冒险 若是你也出事 我们神国 会土崩瓦解的 现在神国已美小齐 若是叶玄也出事情 对神国而言 无疑是灭顶之灾 现在神国最需要的 就是像叶玄这种 能够震得住的人 别看神国内部一片和谐 但若是没有震得住的人 神国内部会立即动乱的 人心 是最复杂的一个东西 叶玄微微一笑 说 武士 我若想走 他们应该留不下我 他这倒不是在吹 有一箭无量 他相信 只要他想跑 正常人肯定是追不到他的 而不正常的 除非对方有魔主 这种级别的超级强者存在 天机宗宗主还想说什么 叶玄突然说 没事 我亲自去一趟吧 说完 他看向上官仙儿 神国的事情 暂时交给你了 上官仙儿沉上说 这好不要冒险 我打不过 我会跑的 叶玄看向天机宗宗主 说道 前几城在何处 天机宗宗主沉默了 叶玄笑着说 我的能力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若要跑 一般人根本奈何不得我 而小七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 我必须去一趟 天机宗宗主沉默片刻之后 然后去至一点 一张卷轴出现在叶玄面前 这是路线 叶玄点头 神国的事情 就交给你二人了 等我消息 还有 若是玄黄大师界来着 一定要通知我 明白吗 上官仙儿点头 明白 叶玄微微点头 然后化作一道剑光 已经消失在天机尽头 上官仙儿看着天机尽头 心声说 他与陛下 真的是朋友 天机宗宗主点头说道 他二人都是剑修 讲究的就是追求直面本心 因此 两人都不会玩那些虚的 而且 你没看出来吗 我们这位叶城主 对神主之位 真的没有太多想法 若不是因为陛下的缘故 他可能不会做 这什么神主 上官仙儿点头 与叶玄相处 这段时间以来 他发现 叶玄除了贪财之外 对权力并没有太大的欲望 而就算他贪财 也没有私自挪用过 神国的国库 以及小气的内裤 一分都没有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片刻之后 上官仙儿抬头 看向天机 轻声说 希望一切平安 天机尽头 叶玄遇见而行 这一次 他并没有带上 那条黄金巨楼 因为太招摇 这一次 他的目的是 打探小气的消息 星空之中 叶玄遇见其形 不一会儿 便是消失在 茫茫星空深处 大约两个时辰之后 叶玄终于来到千机城了 千机城并不在星空之中 而是在一片大陆之上 这片大陆没有名字 而这片大陆不知什么原因 也只有一座城 正是千机城 天机宗对于千机城掌握的资料是极少的 因为他们的人每一次靠近这千机城 都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显然这地方并不简单 叶玄利用混沌之气隐匿自身 然后悄悄来到千机城城门前 城内有人在走动 但是却很少 只有零零散散的一些人 而这些人穿着打扮和正常人 有着很大差距 这些人穿着瘦皮 身上挂着许多类似 妖兽的骨头制作的饰品 不是人做门 叶玄眉头微皱 他悄悄走了进去 城内建筑也别的城市不一样的 城内竟然大多数都是简陋的帐篷 原始人 叶玄想到这三个字 在很久很久之前 人类刚出现 那个时候 人类住的是山洞 后面开始慢慢变成简陋的棚子 叶玄扫了一眼四周 不得不说 眼前这些人是越看越像原始人的 叶玄继续前进 很快他来到城中了 城中新人多了一些 而且叶玄发现 这些人气息都是有点强大 肉身 单纯的肉身强大 好几个更是地境级别的肉身 很不一般 叶玄继续见见 不一会儿他来到一处宫殿前 也是这座城内唯一的宫殿 而这座宫殿也是有些简陋 叶玄正要进去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叶玄当即停下 中年男子就看着面前 叶玄脸色一沉 他虽然眼神 但是他知道 对方是在看着自己 被发现了 连混沌之气都能够发现 叶玄没有再隐匿 刚即现身 叶玄出现之后 中年男子面无表情 你是何人 混沌宇宙 神果 混沌宇宙 中年男子眉头为重 你来我们这里做神 叶玄看向中年男子 他右手一挥 小七的画像出现在中年男子面前 找他 当看到小七的画像时 中年男子双眼顿时萎靡起来 下一刻他突然朝叶玄就是一拳 叶玄早有防备 一剑斩下 这一剑斩下 他瞬间暴退数百丈之软 而他刚落地 脚下大地 瞬间开始崩塌 叶玄神色无比凝重 对方这肉身力量好强悍 比他肉身强悍得多 也就是说 对方肉身境界可能是地境之上 叶玄看着中年男子 你知道他的下落 中年男子面无表情 他突然消失 下一刻一股强大的气息 宛如暴风一般朝他席卷过去 叶玄双眼微眯 他朝前一个急冲 一剑斩下 一道剑鸣声自场中响彻 下一刻那中年男子 直接被叶玄这一剑斩退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 自己右手 他手臂上有着一道深深的剑痕 是被天猪剑看出来的 中年男子看向叶玄手中的天猪剑 好剑 叶玄看着中年男子 脸色越发的凝重 难以置信 眼前这人竟能够用肉身 硬扛他的天猪剑 这是什么肉身呢 叶玄沉上说 你们将小七带到哪里去了 中年男子看着叶玄 我是你能插手的 叶玄双眼微眯 他是我朋友 这手我插定了 声音落下 他突然朝前一个急冲 一声怒吼 下一刻一道雪亮见光 自中年男子头顶横展而下 中年男子是没有后退 朝前一冲 他直接撞向叶玄的剑 伴随一道炸响声响彻 叶玄和中年男子连连暴退 不过中年男子在退进百丈之后 便停下 叶玄则退出近两百多丈 停下来后 叶玄摸了摸嘴角的鲜血 然后他看向远处的中年男子 我看看 你灵魂一夜是不是这么强悍 声音落下 他手中天珠剑变成镇魂剑 当见到这柄镇魂剑时 中年男子脸色一沉 你怎么这么多好剑 还有针对灵魂的 说到这里 他看向叶玄 我们不用外物 单挑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